再来看大陆年轻人到大城市真的是找工作不容易 尤其是现在青年失业率扑破了两成 待业齐长 节省支出 住到一碗人民币不到百元的青年旅社里头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另外大职业不缺工 新职业兴起 年轻人投入上门经济 当宠物陪伴员 青年失业率的问题真的是备受关注 但是大陆国家统计局却宣布 从8月开始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 有人批评说这个行为分明就是盖牌 数据差到不敢公布 对于青年旅社的房间 床位凉若执掌 这名大学毕业生小伟为了在上海找工作 已经在这里住了近四个月 在旅社里每天就是上网找工作 接手机等面试 而像小伟一样 驻青年旅社等待求职成功的还不少 因为我自己想要找的工作是上海有多机会 半夜失败之后 为了缩减开支 所以我才作为这个轻女 青年旅社住一晚 人民币不到百元 比起饭店便宜 更不用像租房一样 疑似得付押金和租金 因此成了不少年轻人到大城市找工作的落脚处 没有offer 谁说没有offer就不能来上海 我可以来看一看 边看边可能一下子让你拿出来将近一万块钱 说实话这个经济压力确实挺大 原本是背包客 穷游族住宿首选的青年旅社 现在被众多年轻求职者占据 成了大陆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下的新现象 大陆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从4月起突破两成 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而大陆今年大学毕业生 又是历史新高 有1158万人 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 但没想到大陆国家统计局 却突然宣布 从8月起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 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经济社会在不断的发展 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 官方不公布数据 理由是16到24岁的年龄范围内 其中不少还在校就读 像是去年9600多万 16到24岁的大陆青年 有6500多万人是在校生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 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 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即便官方给出解释 但外界不买单 有人批评 这分明是盖牌 青年失业率已经严重到 官方不敢公布 国家不公布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公不公布 这件事情总是存在的 选择工作的人其实比较少 可能确实因为最近天气不是特别好 然后失业率比较高吧 然后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看肯定是苦吧 吃苦的话不会有实力的 对 所以所有卖嘛 所有卖都有工作 找不到企业工作 的确不少大陆年轻人 投入新职业 比如上门经济中的宠物陪伴员 在主人不在家 没空时帮忙遛狗陪玩 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热爱宠物 然后自己也养宠 平时出差出门 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就是看到他们有招募的信息 就迫不及待参加了 宠物陪伴一次服务 大约30分钟起跳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收费 约人民币75元到120元 不放过各种赚钱机会 为了生存 年轻人得自己想办法 大陆年轻人找工作难 即便官方隐藏数据 不愿公开 但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 TVBS新闻综合报道